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奖励规定是男女嘉宾牵手成功之后 恒顺香醋 纯酿造 本节目由明月镜片合作播出 明月镜片全国销量领先 品质放心 本场男嘉宾都将获得 由恒顺集团提供的 百花精酿黄酒 为爱助力礼合一份 欢聚时刻共享百花 下载荔枝新闻 换个角度看乡亲 解锁高甜恋爱宝典 想要征分乡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去约会APP 百合网 世纪家园网 荔枝网 《非诚勿扰》 微信公众号 或者现场报名 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致推女生 由百合情感提供测评支持 来百合情感 解决你的交友困惑 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 本场女嘉宾都将获得 由恒顺集团提供的 百花精酿黄酒 为爱助力礼合一份 欢聚时刻共享百花 24位女生欢迎你们 请亮灯 前不久有一个网友在网上 晒了他和他男朋友 从19年认识 到结婚的两年多时间里边 他们做了一件事情 叫储存快乐 在网上引起了很多人的羡慕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当时他男朋友的闭闲 是在土耳其发现了 一个超大的存钱罐 当时我就想 我们从今天开始 往里边存快乐吧 只要我们生活当中 发生了任何开心的小事 当时我们都把它记下来存起来 将来有一天 遇到无法跨越的悲伤的大坎儿 那么我们就撬开罐子 一张张看我们曾经存下的快乐 也许就不那么伤悲了 下一张图片就是这个罐子 今天我问B先生 你爱我什么 B先生说我爱你的强壮 强壮 你扛得起大纱带 但是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来 都看完了吗 你们还沉浸在这个里边 21号 我每天能会写日记 然后已经坚持了三年了 我觉得一辈子很短 应该要记录下来 然后当我空的时候 翻以前的日记 我会发现一个月30天 有20天在说自己的工资提 还有10天在说 今天又没有谈恋爱 好 好 好 13号 我是这样 我有一个抽屉 记录的是我自己 比如说遇到的那个开心的事情 或者是值得纪念的事情 特别巧我在录制之前呢 收到了一封信 是什么呢 我每年会和我们的区团委和复联一起 到我们的省孤儿学校 去看望这帮小朋友们 然后刚巧收到了 我们当时结队的这个小姑娘 写给我的信 我觉得特别开心 她们都是孤儿 她们真的会和我们在一起 待着的时候非常开心 我们呢也特别开心 因为可以给其他人带来快乐 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有意义 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我看了之后 让我印象很深的是 把它记下来这个行为 就是所有快乐的瞬间 用文字把它写下来 这件事情已经很浪漫了 因为文字具象生活的美好 这是第二次梳理的过程 我们之前有打过一场辩论赛 当时是说 就是人生的生命的最后一刻 是要见一下家人 还是读一首诗 所有人都觉得 这反方该怎么打呢 生命的最后一个 当然是见家人 但最后反方赢了 读一首诗的变手在场上 它告诉了我们就是 生活中 如果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要读一首诗 你在日常的时候 要养成写小诗的习惯 生活中任何一个瞬间 然后突然有一下 你觉得心弦被拨动了 掏出手机 记下来 放在哪儿 时间长累积在里面 都是一些小小的 那些灵感的美好的 艺术的碎片 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其实人生不就是一个 促成快乐的过程吗 是的 你今天存一些 明天存一些 到你走的那一刻 你发现你存了那么多 没错 没错 对 我觉得有的时候 甚至再延展一点 都不只是快乐可以记录 有的时候 哪怕一些小小的遗憾 这些其实都有的时候 可以 它值得被写下来 那场比赛 我正好是评委 我就马上掏出手机 就写了一句 因为出差很久 头一天晚上跟女儿视频 但她腿摔了 淤青了一大块 我就特别难受 然后当时就掏出手机 写了一句 我说 我应该帮你把淤青揉散 那个瞬间可以延续好久 每次在出差很久的时候 她不断提醒我 赶紧视频 赶紧视频 那两位老师和大家 跟她分享的都非常好 我认为获得快乐 也是一种能力 生活中有这样的人 他很容易在生活中 一些很小的细小的地方 就能找到这种快乐 而有些人 他永远都不开心 永远都不快乐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 应该构建这种能力 我希望每个人 都像他们那样的生活的 快乐地度过一生 好 开始今天的节目 有请一号男嘉宾 与狼共龙马奔腾 下面有请本期第一位男嘉宾 三杂树下 先不怕 多吃一点也不怕 三杂树下 多吃不怕 欢迎和您好 两位老师好 台上的24位女嘉宾 台下的观众们 大家好 元气满满的感觉 对 我叫孙晨 今年26岁 来自南京 本嘉宾由随时随地 视频相亲的去约会APP提供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他在看的时候全程微笑 他其实想大笑 但是又觉得不太礼貌 港中正蛋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找一个对象 和我一起去砍价 去砍一刀 砍价 傅聪 男嘉宾 你好 大家好 我是5号傅聪 我今年35岁 我是有过一段婚史 但是没有孩子 我来自济南 我想问问男嘉宾 有什么砍价的高招 可以分享一下 砍价的话 我觉得最好是两个人一起 我希望我和我对象 一起去菜市场 两人相互配合一下 我们并不是为了 最后能砍到多少钱 而是考验我们这个配合度 懂了 谢谢 目的不重要 过程很开心 就是玩 对 是的 就是凡事我们都要砍一刀 杨怡娜 您好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就是比如说我是卖东西的 然后你是平常怎么会 跟我砍价的呢 如果这个大葱5块钱一斤 这时候我会跟他讲 去抹个零 或者是多送一点葱姜蒜 5块钱一斤抹个零是多少 5毛 你教我一下 5毛 白送你是吧 还要拿人一点别的姜蒜 好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女孩子 总是安排我去干活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安排 一个是干活 还有个总是 还是一个永远 这三个你最介意的是哪一个 我最介意是总是 方蓝发现了关键词 总是很讨厌啊 10号 那嘉宾你好 那这些家务就是你不干我不干 那你觉得以什么样的方式最合适的 就是去把他给做了呢 我觉得你想干的时候你可以干 你不想干的时候 我们就都不要干 最好是可以两个人 大家一起干 对 大家一起干 配合地干 这样是最好的 这样最好 23号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23号女生吴小旭 今年25岁 是内蒙古呼伦贝尔人 然后目前是在海南大学做一名老师 就是我觉得我不会安排你干活 但是我希望你是你眼里有活 对 然后所以我就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会是一个眼里有活的人吗 我眼里有活 但是活可能没有那么多 您的这个用词老让我想起 我小的时候我妈跟我说话 我妈小的时候骂我就是这么说 你眼里就是没有活 你跟前女友在干活这个事 是怎么分工的呀 都是我在干 但是她比较爱干净 但是她不怎么喜欢干活 喜欢指挥人干活 对 是的 你看这就是阴影呗 你要这样想想你的前女友 她又很爱干净 又不愿意干活 她这一生该有多痛苦 你的出现解脱了她 她其实需要你 你觉得呢 再想想想 但是我有点累啊 不行不行不行 她觉得她有点累 有女朋友就要干活 这个你懂吧 你要后悔 从那回去还来得及 这个我能干活的话我只能接受的 啊 好的好的来来看片子吧 我是孙晨 科技公司的运营都道 我很喜欢听老歌 从小就跟爸爸一起听 比如挪威的森林突然的自我 后来我还参加了一些唱歌比赛 你说你爱了不该 等一下等一下 搞错了 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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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在你心中 是否人完美无暇 有一次在唱歌比赛上 我唱了一首挪威的森林 现场的气氛被燃炸了 台下有位阿姨 被我的歌声吸引 想把她女儿介绍给我 但后来一问 发现我比她女儿小了几岁 其实我可以接受 她们接受不了 就这样擦肩而过了 在婚礼上 这家的公司 穿我的家 可能是作者 你打算是作者 你都把她的人认识 是作者 她是作者 也不太帅 很多人不想伴这么多 而且她也不知道 我跟她的我 不想伴得 那是一个大人 爷爷 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有了我爸爸 我爸爸 二十多岁的时候 有了我 而我26岁 还是单身 希望能在明年结婚 有一个小家庭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得抓紧 来来来 车子已经准备好了 房子我也准备好了 结婚用的蚕丝被 我妈都准备好了 就差一位新娘 你说话够直白的 8号 男嘉宾我想请问一下 你看金庸的小说吗 我看电视剧 也行 你最喜欢他笔下哪个角色呢 周芷若 你喜欢周芷若 这很少见 确实很少见 你喜欢哪个男生呢 我喜欢郭静 有没有一点过激 有点像 憨厚稳重风 张玉 男嘉宾你好 你说你自己唱歌很好听 现场燃炸了 我想看一下就是怎么样能燃炸了 我支持你 OK 没有问题了 他唱歌很好听 你们挺七零 来来来 来来来 让我将你心儿摘下 试着将它慢慢松花 看我在你心中 是否仍然美无瑕 是否仍然为我死死牵挂 仍然爱我无法自拔 心动是否有我 未曾到过的地方啊 那里后面总是曾经 还有互动的 那里空气总满临近 绝白明月照在大地 长着你不愿提起的怀疑 好好好 是否我只是你一种寄托 填满你感情的缺口 待一会儿待一会儿 我想跟你们说 你们那个伴奏 没有一个音符再吊上的 那个东西是不是坏了 你们看一下 不怪你 不怪你 一点都不怪你 你们检查一下 我听到现在 没有一个音符在调上 等会儿重来 我也没有问题了 他唱出了 生话不同步的感情 你唱得很好 下次不要再唱了 23号 男嘉宾 我想说 我好喜欢你唱歌时候的 盲目自信 谢谢 这首风格叫沉浸式 第一次有现场互动的 对 他走过来还是一个巨型风范 我不知道要干什么 这首歌我曾经一直认为是 我一直认为 《500》的这个挪威森林 是一个楼盘的销售广告 那里空气充满宁静 雪白明月 大照待大 我总觉得它是空气好 环境好 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要不然再试一次 好 可以的 我就是跟你客气一下 7号 男嘉宾 我觉得你性格真好 然后在短片当中 你也一直在说 在给爸妈买东西 对吧 这点我就特别感动 也特别赞同 我就想到马上就要过年了嘛 我建议你可以带上 与狼共舞 龙马奔腾的狼牌特区 然后一家人喝点酒 吃吃饭热闹一下 好的 这个酒我经常朋友聚会也喝挺好 那酒量怎么样 我酒量的话一个人喝半瓶 没有任何问题 努力一点可以喝一瓶 狼牌特区 我也过年的时候会喝 14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可以看得出来 你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 然后叔叔阿姨也是这样的 你有没有问过 他们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儿媳妇呢 好问题 我爸妈给我的要求是 只要你喜欢就可以 我喜欢 主要是性格这块 性格出得来 我觉得就可以了 9号 好 男嘉宾 我看你前面说 你希望明年就结婚 但是再有没几天 就是明年了 那你是会闪婚的类型吗 我不是闪婚的类型 我一般至少会谈恋爱 在一年到一年半这样子 那你现在开始谈 明年结婚也来不及了 对呀 这个是我23岁立下的一个目标 但是被现实打脸了呀 好的 好吧 加油 看下一条辫子 我谈过两次恋爱 第一段谈了三年 几乎横跨了整个大学阶段 当时他在网上卖自己老家的特产 大瓦皮 牛板筋 我就加了微信购买 本来只是期待了美味的到达 没想到却被他所吸引 我会在网上一直下单 他就会一直送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直见面 有一次送东西的时候 我向他表白了心意 最终我们就在一起了 一开始我会带着他 去我们大学城 所有的适当去打卡 后来我通过兼职 把挣到的钱全部都交给他 然后我们就开始了 全国各地的旅行 在我们日常相处中 慢慢地发现 他脾气特别火爆 后来我只要发现 他一有点生气 我就跑 我就撒腿就跑 毕业后 他的工作月入几万 我月入几千 我们俩因为收入差距过大 最终选择了分手 我的第二段感情 开始于和他的握手 她是公司新来的女同事 我每天早上都和他问好 和他握手 一有空我就和他握手 一天握十次起步 慢慢地就握出了感情 在一起之后 我经常带他吃大餐 出去玩 我们相处得很开心 但是半年之后 我们的感情 因为他弟弟的到来 发生了单天附地的变化 我们从二人世界 快变成了三人世界 大多数不管做什么 他都会带着他弟弟 他会把我们的需求 排在他弟弟后面 自己省吃点用 然后去给弟弟买车 去给弟弟买礼物 这种方式的话 我不能干涉 但是我不能接受 最后我选择了分手 结束这一段感情 演员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喜欢善良可爱的女生 能够接受我拍的玩笑 希望你能用充满爱的眼神 看着我 和我一起奋斗 一起牵手旅行 于婕 男嘉宾你好 我看你第一个女朋友 是开网店的 然后你是靠一直 去她的店里购买东西 来追求到她 那你买东西的时候 还价了吗 砍一刀 那时候是上大学的时候 还没有养成这个 砍一刀的习惯 那时候还没有砍价 那还挺会的 11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叫龟梦娇 是一名行政助理 是这样 我刚刚看到你的 第二段感情里面 是因为前女友的弟弟 然后导致分手的 对 是的 就是我也有自己的弟弟 而且我弟弟可能 就比我小4岁 但是你觉得对于姐姐 对于弟弟的付出 应该是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你可以接受 对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你想清楚再说 你是要休息一会儿吗 他再喘一口气 让我寻一下 你有点困难 来来来来 你说一下 你帮助弟弟 关心弟弟的这种方式 你觉得什么样是一个 恰当的制度 心情和爱情之间 如果说一定要有一个 权衡和排位的话 我愿意把爱情 放在第一顺位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 是可能在你20岁多岁之后 陪伴你一生的人 但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也能够理解和包容我去 让我对于自己的原生家庭 和自己的亲弟弟 有一个适当的付出和给予 7号 你好 男嘉宾 我是有一个小我10岁的弟弟 这就没什么事了 不是 我认为我的责任还挺大的 那个飞哥 就是他所有的需求 包括他从小到大的衣服 行李箱 我妈妈是没有碰过一次的 几乎都是我在给他收拾打理 在这个问题上 我是觉得 如果在我能力的范围下 我是愿意多为我弟弟而付出的 然后你作为我的爱人的话 那我希望你在姐夫的这个位置上 可以爱屋及屋 最好就是不要干预 我能力范围内 为我弟弟而做的事 你刚才说 他的行李箱 你妈妈从来没碰过 你妈妈为什么 不像你那样去照顾 他的这个儿子 而要由他的女儿来完成 这个里边就是一个问题 每个人在家庭当中 都应该很好的承担行使 他这个角色 我要是你的男朋友 我就会有这么个问题 你觉得合理吗 我觉得也可以解释一下 就是因为我妈妈 她是那种很粗织大业 她是很可爱的那种母亲 我的话呢 因为我从小比较独立 然后我就会比较细心地 替我弟弟收纳这些东西 就是我虽然有两个小孩 但是我不会要求大的那个 必须去照顾小的那个 我不把我的该父的责任 转移给另外一个孩子 让他去承担 那刚才说到那个姐姐 照顾弟弟的分寸感 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有一个细节可以讨论 如果这个弟弟生活有困难 或者学费有困难 那这个时候家里实在没办法 那姐姐去承担一部分 我觉得大家会觉得 这个姐姐很棒 但是姐姐要把这个钱省下来 给弟弟买车 带正常的生活之上的奢侈品 我觉得就不应该由姐姐来承担了 她为了让她的生活更好 而且就要付出自己所有的 包括男朋友的情绪也照顾不到了 那我就觉得在这个关系当中 有点适合 其实还应该讲到的一点是 我们和另外一个人恋爱的时候 我们可以观察他多大程度上 还没有离开原来的家庭 其实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会有一个判断的 比如说姐姐认为 我照顾我的弟弟关你什么事 我们是血缘 而他认为我们的时间和相处 我们俩怎么安排我们的时间 安排我们的收入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还有一个人的重要性 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这是他的逻辑 如果你们俩是完全同频的 OK 如果没有达到 就会出现他这样 我觉得还是选择离开 我觉得所有有弟弟的这些姐姐们 你们对弟弟的关爱天经地义 但是要在这种关系当中 同时处理好 考虑好你的另一半 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和他的感受 杨颖娜 你好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为萨莉有说 你第一段感情的时候 然后你们两个人一吵架 你转身就跑 就是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生气的时候 可能脾气会比较大一点 会揍我 太棒了 后来实在是揍得太狠了 然后我觉得我也怕疼 我就赶紧跑 我只要发现他有一点点脸色 有一点变化 我就跑 这个问题好在是杨颖娜问的 如果是他出手 他说你跑不掉 跆拳道前运动员 2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在你的第一段感情中 你说最终和你女朋友分手的原因 是因为两个人的收入差异过大 我想了解一下 你到底是因为 两个人收入差异过大 你心里找不到一些平衡感 还是说因为 确实因为女朋友的脾气 过于暴躁 无法相处的那种 收入这块的话 只是其中之一 其实更多的还是性格和异地 那时候 我和他接触的越来越少了 时间相处也越来越少 后来就自然而然的 慢慢地就分开了 我觉得是不是这样 讨论的收入 双方收入差距过大 会不会影响 家庭生活的稳定 我们说到这个话的前提 我认为其实是指女性的收入 高于男性太多 好像男性收入高于女性很多 不再讨论之列 你们有没有发现 张宇 我是一个典型的木墙型人格 我会希望我的男朋友 他会在某一方面比我优秀 收入也好 或者工作也好 但如果说我选择了一个收入 跟我差距很多的 我的收入比他高很多 选择了这样的男生 那我一定是超爱他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什么问题 明白 那时候收入的话 是我大学刚毕业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过了三四年了 收入还是可以的 很自豪 还是可以的 在婚姻关系当中 男女关系当中 评价衡量我们的那种 所谓的势均力敌 或者般配度当中 有很多维度和指标 薪酬指标 只是其中一个 比较重要的 不是绝对重要的 也更不是唯一重要的一个指标 如果我和他在一起 我工资比他高那么多 我还愿意和他在一起 对方身上一定有一个 特别闪光 发光能够吸引我的东西 而我们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在这个关系当中 一定要具有 我们可以强烈吸引到 对方的那种能力 和那种某种素质 而不能仅仅以收入 这一个指标 把它作为最强大的动力 来衡量两个人的 关系当中的这个平衡 挺遗憾的 你觉得他们为什么 别都别了这么多 我觉得我的闪光点 还没有被放大出来 还没有被他们看到 他其实身上最大的闪光点 是他让人轻松和愉悦 就你不得不承认 就是不管爱或是不爱 但是你身边如果有这样一个朋友 他就是会非常解压的 但你也要掌握 就是再往后那最关键的 进化之路 就是把你从那种 友情上的魅力 提升到爱情上的魅力 你好像琢磨琢磨 对 就是我觉得会有一种 女生可能会有一种感受 就是说二十多岁 就着急要结婚 要生孩子 然后就要过日子 就是会让我们感觉 好像你把人生看得 非常的有任务化的感觉 我特别同意黄老师说的 你一张嘴 就是跟着感觉要结婚 把连爱情的这个过程 都完全服务于 那个目的的时候 会让女性的那种 对恋爱的期待和美好的感觉降低 就是好像我们把这个手续 我们把这个过程赶紧弄完 我们就准备要孩子了 把这个成为你们感情稳定之后的 一个再提 而不要把结婚的目的 这么快地丢给对方 好吧 这次参加《非诚勿扰》 收获还是挺多的 老师的话给了我很多的建议 不管是在两个人日后的相处 幸福度啊 我觉得又多了一个自己的一个理解 我以后不会去带着目的心的 去结婚 而是去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 合适的 感受一下 谈恋爱的一个过程 慢慢地顺其自然地去结婚 我叫孙晨 今年26岁 来自南京 如果对我有兴趣 记得联系我 由恒顺香醋六点尘战略合作播出 吃好醋 选恒顺 传承180年国家级 非遗酿造记忆 恒顺香醋 纯酿造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马上回来 官方山楂树下 非诚勿扰 精彩 那个好 两位老师好 台上24位女嘉宾 还有台下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杨凯璇 26岁 来自河北廊坊 这位男嘉宾 游递之广 提供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 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震蛋糕 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不要嫌弃我 看电影时总哭 比如说吧 前一阵我看的一个电影 是中国医生 里面就有很多的点 比较触动我 然后自己在看的时候 我是分了三天 才把它看完的 就会这一段 实在是泪崩了 我会控制一下 然后第二天返回去再看 你们看电影也爱哭吗 23号 男嘉宾您好 就是我和你有着同感 就是我看电影的时候 也总哭 然后我想跟你分享一下 我近期看的一个电影 叫《长津湖》 这个电影中有一个画面 就是五千里 他在啃土豆的时候 他磕掉了一颗牙 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 我先是笑了 但是笑着笑着就哭了 我当时应该是有两种心情 一种就是心疼 真的很心疼他们 那还有一种心情 可能就是自豪了 我们将要面对的 是世界上装备最好的 美国军队 战斗会非常艰苦 但我们要争取相命 是 我觉得作为一名中国人 真的很自豪 生在华夏和其幸运 我们作为新一代的中国青年 也应该担起我们身上的责任 是 我也感觉 23号女嘉宾说的 我挺感同身受的 你就包括我之前 看那个中国医生 第一段是描写 他普通的生活 之后 他看见那个武汉的疫情爆发 中间晚饭的时候 他和他的父亲 还有家人在一块儿聊天 他说 父亲 我要去武汉去支援他们 然后他父亲是说的 是 不可以不红义 任重而道远 是 不可以不红义 任重而道远 作为一个父亲来讲吧 他肯定是心疼他的孩子的 但是他的父亲是很支持的 所以说这个人 我是很动容的 感动的 我最近看得像我和我的父辈 那中间有一个细节 我感动到的是 父亲已经去世了 母亲又出发去完成任务了 这时候他跟孩子说的 他说你知道 爸爸妈妈在做什么事情吗 爸爸妈妈在做的那个事业 就是放孔明灯 把那个光在一个火点 然后在一个灯里面 然后飞上天 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业 后来这个孩子在想念妈妈 要给妈妈带去祝福的时候 他就放了那个孔明灯 然后母亲在执行 最危险的任务的时候 就看到了天上 这个孔明灯 是孩子对他的这个思念和祝福 看到那段的时候我就哭了 因为我是做影视工作的 我会发现观众流泪的那个点 往往是他内心的一个心结 在那此刻跟影片共鸣了 说明我们照应了我们自己的内心 你的第二个问题是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不要总是想静静 因为我在这个台上听到和看到比较多的是 女生都相对多的比较暴躁 要立刻解决 男人是想要静静的多 暴躁也可以 我给暴躁没事扛走 来吧 沟通就可以 我就怕没有沟通 这个事就不太好解决 22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是22号女生张士涵 今年22岁 就是我想跟你说一下 这个东西就是真的是人的性格的问题 就像我 我每次就是特别生气的时候 我觉得你在旁边你呼吸都是错的 真的 我就不想让你在我旁边 你就等我冷静下来 就是捋一捋这个事情 在跟你说这个事情 我不觉得这样子会影响到我们的感情 所以我希望你就是不要把这件事情过于的排斥 没有 肯定不会过于排斥 我只是说你静一静 可以不要一直静 就是你静好了 然后我给你准备个小惊喜 然后你开心了 然后之后我们再聊 杨怡达 你好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有没有平常和女生吵架 然后想静一静的时候呢 就是你现在犹豫的表现就是你应该也有过想静静的时候 他现在就想静静 吵架应该不会吧 我一般都是 好吗 我认错 有可能我不知道错在哪儿 但是我就给你准备惊喜就完了呗 就是那种 好 谢谢 来 看片子吧 我是杨凯旋 目前在央企国际部驻尼日利亚非洲站点 担任市场经理一职 2019年我们成建非洲的基础建设项目 未来项目完成后 将逐步满足尼日利亚北方近1亿人口的熔练需求 在非洲的生活其实挺艰苦的 体验了很多之前从未经历过的事 甚至也有过危险的遭遇 但我还是慢慢喜欢上了这里 在非洲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就是见证了我们的一对同事 然后从相识相知到相爱 在婚礼的典礼有一个环节是他们互相交换戒指 在他们为对方戴上戒指的那一刹那 就感觉那就是爱情最质朴的样子吧 在非洲的这段经历对我的心态 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现在的我不再为还没有得到的东西而感到焦虑 会更加珍惜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的时光 我是烧烤的众多爱好者 从腌肉到准备木炭亲力亲为 拿手的烤羊肉串和烤鸡翅 也深受非洲同事的喜爱 饭桌上我是属于率先破冰 话多有不好打断的类型 空场和带节奏呢是哥们最擅长的 那如果有你喜欢的女神在场呢 那我可能就不说话了 瞬间成哑巴了 希望这次参加《非诚勿扰》 能遇到一位让我瞬间安静下来的女生 如果我对哪位女嘉宾的话最少 那你一定就是我的心动女生 谢谢 于婕 男嘉宾您好 我在您的工作经历上看到就是 您有一段在非洲去支援尼日利亚的一个经历 那你能分享一下就是你在非洲的一些生活吗 因为我觉得这段经历还是挺宝贵的 可以 是首先我们去非洲是响应国家的一带一路 然后去帮助非洲人们建这个天然气管道 然后到后面天然气会给到发电站 然后发电站 然后用这个天然气发电 在尼日利亚它的基本情况是什么呀 就是刚到之后我也是挺惊讶的 每天停个四五次电 或者是五六次电都是很正常的 甚至有很多地方它都没有电 然后我们的项目就会给人们的生活 提供很大的一个便利 片子刚才说你在非洲看过他们当地人结婚是吧 是的 是的 对你有触动是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非洲人是我刚到非洲时初识的两个非洲人 然后是他们带着我领略非洲的风采 然后教我如何在当地像一个当地人一样去生活 结婚的时候 戒指为对方戴上的那一刹那 就特别触动了 因为我见证了他们 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的 我在上面 就是之前经常说 说非洲还有中亚很多国家 是因为中国的到来而按了快进键 就整个的发展的速度 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 这些的大的工业的基础的规模建设 其实需要一个很完备的工业体系 但这些国家等他们自己来发展太慢了 而且他们现在很多的制度保障 还不足以完成这一步 但是我们正好在供给策改革 如果有这样需要的兄弟国家 我们无偿地打开自己怀抱伸出援手 这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这个意思 不计你我 但是我们要幸福的生活 你在那儿待了多长时间 一年多 开心吗 大部分时间还是比较享受 在那边的时光 然后在非洲确实 也有一些比较有趣的见闻 就比如说 在非洲我们会一块烧烤 他们在非洲 他们有自己的一个烧烤的方式 叫酥仰 然后他们是把肉 然后放在架子上面烤好 然后再拿报纸包着 报纸包完是锡纸 也有这种中间是炭火 然后烤的这个鸡肉 这种围一圈就这样 还是特别好吃的 他们特别 我特别跟你说 然后又可以说 第三是 刚才说实际上 第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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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三是 第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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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那个烤全羊 我们的那个烤全羊 它从它的选材到制作 都是很有讲究的 然后那个烤好的全羊 真的是外焦里嫩 然后那个羊肉味 也是清香扑皮的 好好好 馋了 馋了 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 在吃的时候 也是仪式感满满的 然后就是寓意着生活 是三羊开态 红红火火的 我有一个职称 精灵玉米王 我在云南大理烤了 得有一个月的玉米 来来来 我们天天就靠这个西洋红 看到没有 我看你的表情 都非常的专注和认真的 你烤的时候在想什么 真幸福 12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感觉你的这个工作和学历 都是非常优秀的 那么你对你的这个 未来的婚姻或者是工作 这两方面你是怎么平衡呢 我去过很多国家 见过不同的风景 我之前是比较焦虑 比较有危机感的人 后来走过了这些路 我就告诉了自己 奋斗是一辈子的事 我们不要一蹴而就 安安稳稳地过好每一天就行 然后对我的生活 还有我的未来的爱情 我向往的 如非就是一日三餐 柴米油盐酱醋茶 对 那就是这样 谢谢 好 看下一句 谢谢 谢谢 用七年的时间等待一个人 究竟值不值得 他是我的同学 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们一起上学 一起吃饭 几乎所有的科学时间 都在一起 终于有一天 我鼓起勇气向他表白 他却说 我们这样不是也挺好的吗 干嘛非要做男女朋友呢 听到这个回答 我很失落 但我尊重他的决定 也慢慢减少了和他的联系 不久 我只身一人前往国外 我会时刻关注他的动态 也向朋友打听他的近况 这么多年 我还是放不下他 只有我自己清楚 我有多喜欢他 回国前夕 我终于鼓足勇气 约他见面 再见面时 我不想留有遗憾 再次向他表明了心意 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很想你 我喜欢你 还能不能做我女朋友 这一次 他没有拒绝我 七年的等待 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恋爱后 我拼了命地对他好 和他在一起的感情 我突然想起来 我突然明白 或许他喜欢的 只是那个愿意等他七年的我吧 但我还是很感谢他 这一个月的恋爱 为我七年的等待 留下了星星点点的美好回忆 之后我也相亲过几次 但始终没有遇到喜欢的女生 面对自己不喜欢的 我会直接拒绝 不想给对方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但有时 直接的确会让对方难堪 我理想的另一半 希望你感情简单 情商在线 让我们在爱情的这所学校里 相互学习 共同进步 十九 男嘉宾 你好 我能看出来 你真的很喜欢那个女生 因为你等了她七年的时间 那我想问就是 如果后面她还会来找你的话 你还会回头吗 不会 不会 这个事我说一下吧 在我们相处的过程中 她一直是不相信我是爱她的 所以说我每一天 我都在拼尽全力 来证明我是有多爱她 有一次我们谈到一个话题 就是你有几个前男友啊 你有几个前女友啊 然后她说 你竟然问我 我有几个前男友 难道你就在乎这个吗 你就是不是真的爱我 前提是那一段时间 她在中国 我在美国 我们是一国 她生气了 她就直接把我微信拉黑 然后我也会尝试的 跟她取得联系 但是她还是不相信 我是爱她的 我们分手之后 我也的确经历了一段 比较低谷的时间 但是我有我自己的事业 我不能就这样一辈子下去 所以说自己也就慢慢地就走出来了 没缘我们不强求 其实我想问的那一串问题是 当初你跟她这么好的时候 她为什么拒绝成为你女朋友 第二 这七年当中她经历了什么 你经历了什么 第三 七年之后 为什么她有答应做的女朋友 第四个问题 为什么短短一个月 这个感情就结束了 你不觉得这问题 都需要有一个答案吗 很合理 是这样 当时她也没谈过 我也没谈过 她不知道 我答应作为你女朋友 是个什么样子 所以说她就会有一种 莫名的恐惧感 好 就是她女生还小 有恐惧感 你是这么理解 第二个问题 这七年你没有谈恋爱 我没有 一直在等她 她经历了什么 她也没有谈恋爱 你确定 我确定 她告诉你的 她告诉我的 这七年我要问我的兄弟 因为我们都是狼房的 那为什么一个月又那什么了呢 那个原因是 她不相信你爱她 她不相信 她始终是不相信 不太确认这个 她的答案 来 7号 你好 男嘉宾 关于这个点 我是觉得有两点吧 第一 你刚才一直在强调说 我拼了命地对她好 首先我觉得这个好 是不是她所想要的 第二种可能性 就是这个女生呢 她可能一直沉沦在 她答应你的那个冲动 然后还有你对她 七年的一个执着 然后可能让她 在一刹那间答应了你 但是你们在相处过程中 毕竟已经相隔七年了 彼此的一个成长和经历 你都完全不一样 她可能是她不爱你了 我觉得有可能是 这两种可能性吧 有可能吧 有可能吧 还有没有人帮她分析一下 5号 其实我想为男嘉宾 说两句话 我真的觉得那七年 就像男嘉宾说得太年轻了 而且说实话 你看人家男嘉宾 最后都说了 我也反思过 就是这个事怎么放下 所以我不觉得她那个七年 就一定要这么理性地 再去分析这个事 我觉得她就当个美好的回忆 也挺好的 而且她的那个感情经历 就是挺简单的 所以我觉得 不用纠结这个事情 谢谢 谢谢 谢谢我好女嘉宾 谢谢您 17号 七年虽然有点久 但是过去了 就该所有的都过去了 我觉得以前的事情没关系 我能接受 只要真的彻底地结束了就行 是的 我们保证的是 断断干干净净 就这样 你会遇到很多人 就过去了就过去了 对 我现在有点理解 就是这个男孩和那个女孩 基本上都没有太多恋爱经验 所以他们两个开始就非常难 就是两个人都没有做好 这个爱的准备 她跟那个女生上 应该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对 她们上最明显的一个标签 是有一份敏感的自尊 对 所以某种意义上 她说喜欢了七年 严格来讲 可能最初的心动一年 然后加六年的较劲 所以她就杠在那儿了 然后那个女生到七年之后 两个人都觉得 我们要不要实在一点 总要给个句号 然后就说来我们试试 然后就给了一个机会 结果女生更敏感的自尊 所以她会非常焦虑 她觉得美好也破碎了 那边觉得你的美好是假的 那干脆算 四号 大家好 我叫赖群 今年27岁 一名录得了48公斤铁的女孩子 我有好几个问题想问你 第一 就是你经历过很多就是异国的文化 那么你想找的女生是不是说 也有说多国文化的一个思想 然后会和你比较匹配一点 不需要 第二个问题 那你喜欢就是什么样类型的女生呢 这个我可能要想一下 因为我也没有 要想一下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的话就是说 以后你想在哪边生活呢 这个世界的这个舞台很大 都可以吧 你现在在哪里 都可以 现在在哪里 河北狼房 好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14号 男嘉宾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 您不是还相亲吗 为什么没有相亲成功呢 跟我自己有关吧 相亲哈 第一面 我如果有点喜欢她 然后我就怕人家不喜欢我 我基本上也就不了了之了 然后如果女生的名事 对我有好感 但是我感觉呢 我对人家好感 又没有像她对我好感这么多 我也怕耽误人家 所以说我就直接给人家拒了 所以说也就到现在这样 她那个就是她一直没有跨过去 当她一喜欢别人 她就自卑就焦虑了 然后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 她现在还没有打开那艰难的第一步 我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 我觉得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你可以把你的爱情上 所有的规则 跟你在事业上和工作上 所有的规则彻底地分开 你所有在事业上 对你带来巨大帮助的性格特质 有可能在感情世界里 都变成小小的阻碍 事业上如果你带有敏感的自尊 你会凡事追求完美 然后力争到你能做到最好的点 然后每一件事情要高效快速 然后到极致等等 但是你如果还抱持着这个原则 一踏入感情世界的话 你就会发现凡事就会往后退 下意识地往里锁 一定分开两套体系 好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了 谢谢了 来 现在留灯的有六盏灯 上去灭掉四个回来 有请 我们来看男生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 12号 来 再看制推女生是 杨凯璇的制推女生是 三渣树下鲜果炸 多吃一点也不怕 三渣树下多吃不怕 请揭晓制推女生 李应悦 3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 如果交往相处舒服自然 会互相包容 供两位参考 来看四个女生的基本资料 杨婷婷 一 理想中的爱情 二 小淑娘 三 我的朋友圈 理想中的爱情 一 好的感情需要两个人 共同反思和经营 遇到问题要一起解决 不是让我独自面对 不适合的感情要及时止损 不是没你不行 而是有你会更好 刘慧 一 我最爱的款 二 婚后一定要有的 三 矛盾的我 二 想在绘画上有发展还想考验 所以希望有个人的独立空间 不要太早有孩子 也不希望和老人一起住 等条件具备了再谈孩子也不值 你要孩子着急吗 谈不上着急吧 但是肯定会要的 对 李应悦 这样的我 我的恋爱观 我的理想型 三 希望遇到年龄31到40之间 身高在172到180之间 成熟稳重能顾及他人感受 有稳定事业并有责任感的男生 不介意男方有婚时代 如果遇到特别喜欢的以上条件 都可以放宽甚至不考虑 等于没有说 赵瑞昕兴趣广泛 二 三 不接受 三 恋爱观 一 对新鲜事物永远感到好奇 想要去学习 比如喜欢美甲就去考了美甲师 自个证 喜欢音乐就去学钢琴 学优克里里 还学了跳舞 学做蛋糕 可以说全方面发展 但都不是很专业 最后一个问题问四个女生 就是在平常一个周末的午后 您会建议我们去做些什么 来放松一下娱乐一下 来 从您开始 如果时间比较充足的话 我希望去周边的地方走走 如果时间比较短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 就是你比较喜欢 或我比较喜欢的地方去走走 比如说咖啡店里 坐着喝杯咖啡 顺便看本书等等 我的话是看天气选择 如果天气好的话 就可以出门玩 比如说去游乐园 逛街或者是都是可以的 如果天气不好的话 就两个人窝在家里 做点小点心 喝喝茶 一起窝在沙发里看电影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我的话应该是和男嘉宾 一起去约着看一部电影 但是约一部 不会让男嘉宾哭的电影吧 我应该会在家打各种游戏 或者是出门剧本狼人傻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选择中间两个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 你自己回去 两侧的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想清楚 你的决定是 港容真蛋糕好吃不上火 提醒您 马上回来 港容真蛋糕好吃不上火 提醒您 精彩继续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选择中间两个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 你自己回去 两侧的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想清楚 你的决定是 要走过去就可以了 是 恭喜男女嘉宾 获得了 今天有港容真蛋糕提供的 浪漫海岛助理 港容真蛋糕 我对你来真的 港容真蛋糕好吃不上火 喝口鲜果炸的山楂树下 见证百分百真实的爱 狼牌特需 恭喜男女嘉宾牵手成功 与男嘉宾龙马奔腾 就是我对女嘉宾的印象 是比较清新 可爱 然后又比较健谈 比较符合我对 另一半的预期 我对男嘉宾的印象 就是比较成熟稳重吧 虽然说有一段七年的感情 但是我不建议 谁都有过去嘛 就是去接纳他好了 这个感情经历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嘛 我想邀请女嘉宾 然后有时间一起去北方 然后去滑雪 那我就邀请男嘉宾来南方吃火锅 就杭州西湖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蒸蛋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多大名幸福 有请下一位 山楂树下先果炸 多吃一点也不怕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飞高好 两位老师好 24位女嘉宾 以及台下观众们大家好 我叫韩凯旋 跟刚刚那哥们 差一个字 他叫杨凯旋 对 我叫韩凯旋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锅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在我过生日的时候 另一半可以亲自为我点蜡烛 可能因为我之前的话 就跟我很多朋友在一起 然后他们在一起过生日的时候 他女朋友为他亲自点蜡烛 我有点点比较小羡慕吧 刚好这个应该 节目播出这一天就是我的生日 这个要求可以吗 来 雨洁 男嘉宾 你好 先祝你生日快乐 好 非常感谢 然后我想知道就是你生日的时候 只是希望女朋友给你点蜡烛 这个动作 还是希望他从头到尾 为你操办所有的一切呢 当然从头为我操办的话 肯定非常高兴 但就是说只要我过生日 他能来 或者说给我点蜡烛 我就非常高兴嘛 就是这样子 这个点蜡烛 切蛋糕 它都是一个象征意义 对 一个小的仪式感 这就是仪式感 15号 你好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平常 不要在意这些小的仪式感吗 就比如说如果你过生日的时候 你的女朋友忘记帮你订当高了 更别提蜡烛了 因为蜡烛就没有地方差了 这样你会就是有什么样的心情呢 会特别特别生气吗 生气到不会 就可能心里面多多少少 有一点点小失落 但是我可能更注重的就是 我过生日之后 对方能够陪伴在一起 这个是感到最开心的一个事情 你的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那个女生 就是把很多衣服攒到一起去洗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可能就有一点小洁癖 不喜欢好多东西堆放在一起 就可能感觉不是很舒服 6号 男嘉宾 你好 我也是经常在外面出差 我可能比你还会有一点小洁癖 因为我的衣服是不会在外面洗的 我一定要带到家里面 用家里面的洗衣机来洗这个衣服 还有一个呢 我发现你有一个小习惯 就是你每说话的时候 都要把手插在那个裤兜里面 然后缩完之后才要拿出来 对对对对 可能 可能多多少少稍微有一点紧张吧 就是化解紧张的一个小方式吧 4号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觉得就是衣服攒到一起洗 特别长的时间你是接受不了 就多少天 你比如说你周一的衣服 周四周五还不洗 我可能就有点接受不了了吧 最起码你今天你可能有事你没洗 你隔一天或者隔两天 最起码要洗掉吧 超过三天的样子对吧 对对 超过三天可能我就有点忍受不了了 明白 谢谢 你眼里得有活 是吧 忍受不了你就把它洗掉 你眼里有活 可以 可以 看片子 精灵古村 百年村落 就是这了 小时候我垫着脚在地图上探险 现在我用地图涨量世界 我叫韩凯璇 一家旅行私人定制工作室创始人 一份直制地图 是我开启一段旅行必不可少的钥匙 公路 河流 山川 地图上的每一处细节 都指引我发现不同的美景 旅行结束后 我会把当地的地图收集起来 目前我已经收藏了几十种 不同地区 不同种类的地图 旅行中 我会面对不同年龄段的客人 他们的风格也各不相同 年轻人追求做自己 喜欢自由 老年人追求不留遗憾 更喜欢全套的感受 我会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当他们上头的时候 我会提醒他们 安全第一 因为只有凯璇归的旅行 才叫完美的旅行 随着工作室步入正轨 我现在有了更多的个人时间 也在慢慢捡回 之前因为工作舍弃掉的暗号 跑跑步 打打篮球 也会去音乐节听听民谣和摇滚 在淘杂森中做一个 竞技欣赏音乐的大影 把节奏放慢下来 细细品味生活 从小时候 就是大概在五六岁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习惯 我比较喜欢这个看地图 那到了我这个初中之后 随着我这个时间越来越多了 可能我更容易去收藏地图 第一个的话 看到的是一个南京的地图 非常有年代感 是八六年的南京的 一个张老地图 左方的话看到这个建业区 这边是一片空盘 那其实我们右手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多人应该比较了解 就是我们南京的紫金山 包括我们南京很多景点 明孝林 中山林 都在那个方向 那这第二张地图的话 就是另外一个版本了 这个是2011年的 我们能够看到 南京的一个发展史 那这二十多年到三十年内 我们南京城市的一个 变化的一个过程 同时的话 这边还有一张地图 是杭州的地图 看到我们这个围绕西湖边 这是我们整个八十年代 杭州一个城市的一个布局 我们右手边的话是钱塘江 然后这边是西湖 能够看到杭州的一个发展史 这也非常珍贵的 我那个八十年代杭州 我就生活在那儿 然后现在我就过好多年 再回去看看 就觉得好像没有小时候的 那个样子了 可以给我们稍稍看一下 把玩一下好了 好的 我就好感动啊 因为我小学 在那个南山路上 我们小学对面是 那个叫儿童公园 后来呢 就改成了老年公园 现在改成了一个市民公园 叫永津公园 但是你看在这儿 它还画的是儿童公园 哎呀 就感觉 回到了过去 慢慢的回忆 这命名是跟着黄老师走 黄老师是儿童公园 那老年倒也没有 市民公园是市民公园 然后是西洋红公园 本来地图只能看到空间 但是老地图能够看到时间 对 24号 男嘉宾你好 然后听说你平时出去旅游之前 都喜欢准备一份地图 我呢也有一个小习惯 就是我平时出去旅游之前 我会先吃一顿饺子 因为俗话说得好 上车饺子下车面 我在吃饺子的同时 也会用上我们的恒顺香醋 六年沉 纯酿造无添加 正好呢我这儿也有份饺子 然后我来品尝一下 味道真的非常地好 好 下次我也可以体验一下 尝试一下 说到这个恒顺香醋六年沉呢 我觉得他刚才拿的那个瓶子 还稍稍大了一点 其实六年沉 推出了那个中小瓶装 旅行会非常方便 然后他正好带出去一趟 然后饺子啊 面啊 都可以随时添加 但他又不占地方 而且密封性非常好 周灵尔 那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就你去过这么多地方嘛 哪个旅游的目的地 让你印象比较深啊 第一个的话就是去丽江 当第一次去那个玉龙雪山 我没有看到这个全貌 就当时比较有点遗憾嘛 但从丽江去那个 香格里拉的过程当中 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刺激的 一个惊险的事情 当时我们是从香格里拉 往丽江走 我们因为一点事情 耽误了十分钟 经过金沙江的时候 中间有一个悬崖 下雨天当时 有一辆大巴车跟这个越野车 直接撞在一起了 那我们的话过了十分钟 刚好经过这个地方 就回想过来可能比较后怕 13号 男嘉宾你好 您刚才说 从丽江到香格里拉的这个路途中 可能出现了很危险的一幕是吧 对 我也是在云南玩的时候 是从丽江到卢孤湖的路上 也是遇到了这样很惊险的 有这个雪 然后这个大巴车打滑 也很害怕很惊悚 所以就想问问您 不是做旅游定制吗 对 那在定制的这个工作当中 会尤为考虑安全问题吗 经过这个叫做香格里拉之后 可能我在之前 我比较喜欢可能去探险 比如说我想去爬雪山 那从那之后的话 可能我希望就是安全放在第一位 谢谢 12号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你去到一个地方的话呢 你是比较在意 他的人文情怀 或者是说古建筑 还是会比较喜欢 他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夜生活 或者是说酒吧文化 或者是什么 我第一个可能更注重一个人文 还有就是看看这个城市的一个发展史 比如说这个城市 我先到老城区 我会去逛一逛 然后再到新城区 去感受一下这个城市一个发展 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变化 谢谢 17号 就是我看你平时就是线下的生活很丰富嘛 那你除了摇滚乐 还喜欢别的一些音乐吗 我是先从旅行当中接触的是民谣 从民谣的话又过渡到这个摇滚吧 因为我可能在大学的时候喜欢和一些哥们啊朋友 我们去音乐节或者去Live House 对对我平时也很喜欢听一些音乐现场这样 那可以有机会可以一起去吧 来看下一条 爱情就像两个人的旅行 方向不同很难走到最后 我们在旅行中相识 它很优秀 985再度会三国语言 分别后我们经常分享彼此生活的日常 我当时觉得有分享欲 大概就是有好感了吧 就对它表达白 我们在一起吧 三个月后 他临近毕业 开始考虑职业规划 而我才大二 谈到未来 经常不化而散 人生的方向不同 我们的分享也变得越来越爽 一天 我收到他的快递 是分手礼物 我选择独自旅行 走出这段感情 三年后 我遇到一个对我很好的女生 她会悉悉地照顾我 也会用温和的方式 指出我的不足 很快 我们就到了谈活论嫁的阶段 一次 她告诉我要回老家 但我的第六感 却觉得没有那么简单 我发现了背叛 这样的事情连续发生 我选择原谅 但换回的却都是谎言 两个人的路上 我拒绝三个人一起走 对于爱情旅途上的另一半 我希望她对生活有追求 有目标 不要像条嫌疑一样 遇到困难就退缩 工作不开心就辞职 把我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 我希望遇见一加一大于二的你 一起创造属于我们的爱情地图 李怡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请问您的前女友一次次的背叛您 为什么您还要选择原谅她呢 这个其实一开始的话 只是我还没有完全发现 当时我是觉得我们两个人的是 这个状态出现了问题 她提出跟我分手 因为我对这段感情的话 是比较注重的 那我肯定想要两个人一起走下去 第二次之后 我是选择了出去旅行 又一次就是发现对方来找她 就选择了分手 其实这个一二再再二三 其实也就是两次嘛 对 杨怡的 你好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为萨莉有说 不要把我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大概是什么呢 就有时候 不要提出太多过分的 或者无理的要求 人与人之间相处嘛 可能都是为了一个 更好的发展的一个方向 她可能比如说 我明天过生日 过生日我选择送给你 你是我的一片心意 但不能你把你的所有的这些要求 都强加在我的身上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在亲密关系当中 两个人相处 任何一方对另外一方的付出 都不是理所应当的 都应该得到相应的回应 只有有回应的那种付出 才会持续 而单方面的输出 而另外一方面认为 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很难长久维系的 13号 男嘉宾 你好 短片里面您提到了 一加一大于二 就怎么理解您说的 这个一加一大于二呢 一加一大于二 就本来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肯定是为了一个 能够创造一个共同美好的未来 那我找了另一半 如果说两个人 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矛盾 还不如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那肯定更向往一个 更合拍的一个节奏 3号 大家好 我是3号李音乐 我喜欢找的男嘉宾 是略带大男子主义和幽默感的 男嘉宾 你好 我理解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 这个爱情是这样理解的 你说 就比如说是我的缺点 或者说是你的优点 我们两个可以互补 我看到你的优点的时候 我也可以向你学习 你看到我的缺点的时候 你可以帮我改正 对 你说的这个 对 就是这个意思 我非常喜欢这种一个模式 当然人都有优点 也有缺点 但是我觉得在恋爱当中 可能除了一小部分属于缺点之外 我觉得更多的属于特点 对 对吧 它不存在一个好和坏 是和非 它只是你这样 我那样而已 方式不同 2号 男嘉宾 你好 因为看到你在微信里面有说 两个人如果说方向不一致的话 是很难走到一起的 如果说两个人以后 在面对影响两个人未来的一些决定 意见出现分歧的时候 你还是会选择分开呢 还是会说两个人去中和一下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因为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大家都在读书 对这个概念认知还是不那么完全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考虑的问题 没有那么多 当时比较年轻 那如果说两人在一起之后 遇见的问题要一起去沟通 及时沟通做一个处理 然后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选择去逃避 好 谢谢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14号 男嘉宾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 您工作的时候呢 是旅行规划 然后闲鱼的时候呢喜欢旅行 压力大了也喜欢旅行 那请问你还有别的兴趣爱好吗 语文 第一个我比较喜欢打篮球 还有的话像这个乒乓球 羽毛球这块我都喜欢打 跑跑步 包括平时像去健身房 包括一些兴趣爱好东西 跟女生在一起的活动 都可以比如说一起去看看电影 我们周末找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餐厅 我们去创造一个好的氛围环境 都可以的 最后留灯的是18号 男嘉宾你好 我叫贾倩 我今年27岁来自河南平顶山 我从小呢就觉得教书育人很有意义 所以说呢我大学毕业之后呢 我成为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 今天给你留灯呢 是因为你喜欢旅行嘛 其实我自己呢也比较喜欢旅行 我想问一下 对你结婚的时候 有没有计划一个就是旅行婚礼呢 我有这个计划 比如说以后这个跟女朋友 要去拍婚纱照的时候 那我可能选择这样 去那个非洲的马达加斯加 然后去阿根廷 还有去这个马尔代夫 可以来一个这种婚礼旅行吧 都可以的 好 谢谢 去非洲的旅行囊 很少有人把马达加斯加 作为目的地 为什么 就我觉得那个地方比较有意思 跟非洲大陆有点不同 所以说它那个气候 包括当地的一些人文景观 我比较向往 来看一下她的支推 韩凯璇的支推女生是 三渣树下鲜果榨 多吃一点也不怕 三渣树下多吃不怕 请揭晓支推女生 王小鸭 男生性格开朗 阳光有火力 追求有品质感 仪式感的生活 但内心传统 有自己明确的原则和底线 做事条理清晰 在意整洁和秩序 感情里感性浪漫 在意女生内在的性格和品质 而王小鸭呢 善良温暖 非常在意干净 整洁和秩序感 感情里喜欢有仪式感 和品质感的生活 看重忠诚和责任感 两人可以一起规划未来 一起为了精致 有品味的生活而努力 是相互成就的一对 供您参考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两个女生 18号和20号 如果说你选择 跟我出去旅行的时候 让你带三件 必须要带的物品 你会选择带什么 来 18号 带三样东西 我觉得会带手机 衣服 还有化妆品 好 谢谢 20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如果是必带的三样物品的话 我可能第一个就是手机 第二个是医药品 然后第三个的话 也会选择衣服 衣服里面可能会包含一些什么雨衣 防水雨鞋这种 然后能更好地保障 我们两个人出行的安全 好 谢谢 要是你呢 你的答案是 手机肯定是必备的 第二个的话就是地图 还有的话就是我会带一个万能的一个登山包 里面会放一些这个在路上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的一些用的东西 它这个包里边有20样东西 但是要问我也在想如果我去旅行带什么 但我可能会变更实用的方向 我肯定会带上山楂树下 横顺香醋和港容蒸蛋糕 我觉得 你为什么漏了我们的狼牌特区呢 这个交给飞哥来说这合适 对 你确实也不喝 对 好 来 两个女生 如果选20号有可能被拒绝 你自己回去 也可以牵手 18号 也可以自己走 你的决定是 我的决定是自己回去 谢谢 再见 我非常感谢18号为我留灯 最重要一个可能就是我跟她还是没有一个演员吧 其实我的生活的话 除了理性还有蛮多的一些兴趣爱好 如果我的女朋友她有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话 我很乐意跟她一起去尝试 我叫韩改玄 今年26岁来自江苏连云港 电视机前的女生们对我感兴趣的话 可以联系我 好 多大幸福吧 天气越来越冷了 天气越来越冷了 冷都不想出门 怎么会呢 天冷了 还有什么比宅在被窝里看去 在暖上一杯山楂树下更让人幸福呢 山楂树下心果精致 口感醇厚酸甜好味 只需要5分钟 一杯山楂暖饮就好了 边喝边看 暖身暖胃还暖心 哇听着很惬意呢 先来一瓶提前感受一下 太好喝了吧 有山楂树下相伴的冬天才会更幸福哦 唱首歌给你听不可以 对她的奥提前感受一下 你满血网 刚会第一眼我就知道我喜欢她是年纪的 今夜我的模样 补籽我是一个很崇尚的人 想成为一个很好的副衬 同样我也想做一个好女情 那句话 我愿意 哇 哇